你个狗杂种 你这是要丧尽天良啊 你是要被天打雷劈啊 苏三郎没有傻呆呆地站着让王氏砸 他侧身就避开 就算是要被天打雷劈 那也是劈我 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苏三郎捏紧拳头 哪怕被王氏伤害了很多次 他也告诫自己不要在意 可心里仍然会觉得痛苦 会觉得痛不欲生 王氏到底是他的亲娘 是生育他的人 老三如果你为了那个来历不明的女人 要这样对你的爹娘 那可就别怪爹对你狠心了 苏三郎看向苏老爷子 他没有说话 就那样看着苏老爷子 决决的双眼是无尽的冷漠 苏老爷子脸色铁青 他一拍桌子怒吼着 苏三郎 你以为你现在住的地方是谁的 是老子的 你以为老子真的不敢 把你们一家住出去吗 你以为你有今天 是你本事大吗 这古人长云 爹娘在不分家 你以为分家真的就是那么简单吗 你可知道 爹娘在世被分出去的 那代表的什么 爹是说 把我们一家赶出去 只是为了惩罚我们吗 就是因为赵氏生了女儿 就是因为他花了几百文抓药吗 就是为了等到我一家人吃光了粮食 饱受天寒地冻的痛苦后 来跪着求你们吗 苏三郎的讽刺 让苏老爷子更加的怒不可遏 他以为自己这样大怒 会镇压住苏三郎 苏三郎会下跪认错 但苏三郎没有 他不但没有 还讽刺过来 好 好啊 看来你是真的不想做我苏家的种啊 你是想断了你自己 苏家这根种是吧 苏老爷子用出了最后的杀手锏 他是一定要制住这个忤逆他的逆子不可 如果制不了 那就彻底绝了他 在场的人 谁都明白 但没有人站出来为苏三郎一家说句话 而苏三郎 不但没有被镇住 他仰头笑了起来 原来我一直没的选择呀 一句话抱紧了苍蝎 苏三郎笑完 看着苏老爷子 他的眼神比起刚才还要决绝 他以为 四女儿出生那一日 就是人生中最伤心的时刻 但现在他知道不是 那一日远远没有这一日这么伤痛 苏三郎跪了下去 重重地磕了一个头 一个头磕完 又磕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看着他磕头 所有人都松了口气 哎 三弟啊 你何必这样 现在认错了 就好了 爹娘会原谅你的 大哥说的没错 你就是太将了 这百善孝为先 你这样做 那可是要吃牢饭呢 爹娘对你已经足够好了 你要懂得感恩 苏老爷子从震惊中回神 他神色也和缓了 刚才听苏三郎狂笑 他还以为苏三郎要反到底呢 看来呀 还是他想多了 从祖谱革除 没有人能过得了这一关 这一次压住了苏三郎 就是彻底的压住了他 看着苏三郎头上都磕出了血 苏老爷子觉得 这教训也差不多了 哎 不用磕了 不用磕了 这事情就此过了 你万万记着 再没有下次就行了 以后要好好颁复亲职 等你以后老了 也有靠处 苏三郎咳完了九个头 额头的鲜血流下 他站起身来 爹 娘 我选择被革除族谱 爹娘明日就去请李正和族亲来作证吧 到时候叫我就行了